台湾黑熊保育协会 继成功照养野放南安落难的小黑熊之后 为了让大家重视 同时了解台湾黑熊的生态 特别办理了四个场次 最终场16号校 是在瑞税的生态馆登场 不少家长带着孩子们一起来参加 让台湾野生动物保育的教育 能够从小扎根 不论是尝试新昆虫食物 还是在山林大树间西系 南安小熊当时照养的画面 深深烙遇在大人小孩的心中 2019年不胜和五熊分离 落难的南安小黑熊 在领悟局与台湾黑熊保育协会 携手救难下 照养野放成功 让南安小熊终于可以平安的 重新回归森林 而为了让大众重视并了解 台湾的黑熊生态 协会特别办理市场的巡回 做谈会 而今天最后一场来到了瑞穗生态馆 我觉得是这一只小熊 来带给台湾最大的收获 就是它让群众开始关心 我们生活的这个岛屿上 有这些非常美丽 强壮迷人的动物 然后大家也会愿意 因为这一只小熊的关系 来开始重视保育 政府开放山林后登山渐行游玩的人潮暴增 不少民众尤其在巴通关古道瓦拉米区域 很容易看见穷中 为南安小黑熊也训团队受益室的张军浩指出 黑熊嗅觉敏锐 经常因为觅食或被人类垃圾食物所吸引 而在浅山出没 我们没有非常标准的答案 但是就我们对黑熊的了解 他们在秋冬季的时候 喜欢往比较高海拔 就是中海拔的山林 那边有非常多可陡科的植物的坚果可以吃 在春夏季节的时候 他们其实是会往比较低海拔的地方活动 这个时候山上会有一些像是木浆子 亚南这一类扩叶素的果实可以吃 所以他们会容易在比较低海拔的地方出现 极力推动野生动物保育工作的 台湾黑熊保育协会 特别借由若难的南安小熊 希望唤起大家对野生动物保育的重视 而今天的讲座 也不少家长带着孩子一起来参加 让台湾野生动物保育的教育向下扎根 记者是玉兰瑞素财谱报道